爆米花 是活泼的 是有盼望的 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 爆出生命的色彩 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 我是芝芯姐姐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 小朋友弟弟妹妹 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今天芝芯姐姐要继续告诉你 乌鸦桑吉的故事 上一回我们说到 蜥蜴记者来拜访乌鸦桑吉 想要采访他的某些壮具 可是数来数去 乌鸦桑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就是一只普通的 再普通不过的乌鸦 蜥蜴记者走了之后 乌鸦桑吉觉得很不服气 他想要为自己设定一个 壮举做目标 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 乌鸦桑吉要去沙漠里 找一只骆驼 用他的两只翅膀 把骆驼给举起来 他一定会成为一只 赫赫有名 独一无二的乌鸦 乌鸦桑吉的梦想 有没有实现呢 一块儿进入今天的 你来评评礼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 你来评评礼 乌鸦桑吉离开了 他住了一辈子的丛林 远远地往南方飞去 一直飞 一直飞 飞了好多天 他看见底下 出现了一片 黄沉沉的沙漠 他降落在 被太阳晒得 发亮的沙丘上 喃喃自语地说 虽然我没有见过骆驼 但是我知道 骆驼分成 单风骆驼 还有双风骆驼 嗯 再怎么想 应该单风骆驼 会比双风骆驼小支点 我应该也会比较容易 举起它 就这么办吧 我要去找一只 长得又瘦又小的 单风骆驼 桑吉又飞了起来 沿着沙丘 东南西北的观望 炎热的大太阳底下 桑吉连一只动物都没见着 骆驼这种动物 该不会都是住在沙子底下的吧 乌鸦桑吉停在一株 看起来灰灰干干的灌木丛上 拿出它带来的粮食 正准备享用时 一个声音冒出来 嘿你好 我想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乌鸦桑吉低头一看 不知从哪冒出了一只黄沉沉的狐狸 它身上的毛皮颜色就和沙丘一模一样 桑吉客客气气地回答 你好 我来找一只瘦小的丹风骆驼 请问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骆驼吗 黄色的狐狸 挥着脑袋 问桑吉 你找丹风骆驼要做什么呢 我想要挑战一项世界记录 就是用乌鸦的两只翅膀 把一只骆驼举起来 狐狸招了招眉头 丹风骆驼我倒是认识一只 它长得既矮小又瘦弱 我可以带你去找它 狐狸带着乌鸦桑吉穿过沙丘 来到一顶黄沉沉的帐篷前 一只长得又瘦又矮的丹风骆驼来一门 狐狸说 你好小布 我带了一只乌鸦来拜访你 乌鸦桑吉 客客气气地走上前说 你好 丹风骆驼 我想要把你举起来 不好意思 你可以让我举起来拍一张照吗 眼前这只瘦瘦小小的丹风骆驼 笑起来说 可以被举起来 为什么不呢 我从来没有离开地球表面过呢 好啊好啊 可是我现在要午睡了 你得等我午休完啊 才刚说完 这只丹风骆驼转头 就趴在地毯上 呼噜噜的睡着了 狐狐狸和乌鸦桑吉只好坐在小布的帐篷门口 聊起天来 大发时间 狐狸告诉桑吉沙漠的故事 桑吉则告诉活力丛林的故事 稍微小的丹风骆驼 结束了午休 起床了 他打了一个喝茄 深深懒腰 把地毯抖了一抖 又扑平 说 嘿嘿嘿 我准备好了 接下来 出看你的咯 乌鸦桑吉真的 站在丹风骆驼的四条腿间 伸出长长的翅膀 顶着丹风骆驼 那瘦得可怜的肚子 我要开始咯 预备 举 嘿嘿嘿嘿 你的羽毛弄得我好痒哦 丹风骆驼完全没有被举起来 反而一个儿见得咯咯笑起来 桑吉觉得很挫折 请问狐狸 我刚刚有没有把丹风骆驼 举起来一点点 完全没有 一点点都没有 狐狸没有嘲笑桑吉的意思 但桑吉还是很难过 我不只是一只 平凡的 再平凡不过的乌鸦 我还长得很矮 像我这么矮的乌鸦 不可能成功的 你说你太矮 如果只是太矮 那很好办啊 狐狸跑出帐篷 接着手里拿着一个凳子回来了 妈 你站上去 现在你就不会太矮了 你看我还带了相机 等会你举起来 我就帮你照相 乌鸦 乌鸦桑吉站上凳子 全身灌注 弯下膝盖 拱着背 高高举起翅膀 开始用力往上推 桑吉涨红了脸 卖足全力 忽然间 担风骆驼的四个蹄子 缓缓地 离开地面 成功了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狐狸欢呼起来 拿着相机 一口气拍下好多张照片 桑吉缓缓地 放下担风骆驼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我真的成功了 太不可思议了 担风骆驼也很开心 我真是太开心了 我的身体从来没有离开地面过 我要送你一份礼物做纪念 担风骆驼送给了桑吉 一双用骆驼毛织成的袜子 乌鸦桑吉 心满意足地启程 朝向它位于丛林的家 乌鸦桑吉 又飞了好多天 才回到丛林的家 回到家的桑吉 兴冲冲地找了朋友来 看看它从沙漠带回来的纪念品 乌鸦桑吉 骄傲地向朋友们宣布 我成功了 它详细地告诉朋友 它是如何找到一只担风骆驼 使劲力气 把它给举起来 朋友们纷纷露出几惊奇 又羡慕的表情 桑吉啊 桑吉啊 你看起来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你的眼神好像一个精力丰富的旅行家 桑吉 你的骆驼袜子 里面还有沙子呢 沙子也是纪念品嘛 哎呦 这双袜子还有骆驼味呢 朋友们真想观赏那双骆驼毛支撑的袜子 细细触摸从里头刀出来的沙子 乌鸦桑吉不由地想起自己在沙漠的点点滴滴 它想起了一身黄毛的狐狸朋友 还有那只又瘦又小的担风骆驼 桑吉忽然不太确定 自己带回来的纪念品究竟是什么 是沙漠的一捧沙 是骆驼毛支撑的袜子 还是在它胸腔里头扑通扑通跳着的热情 满脑子闪闪发光的回忆 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要完成我的目标 我明天一早就去找蜥蜴记者 告诉他 我打破了世界纪录 完成了一项壮举 这绝对足以被报纸专栏 记上一笔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 弟弟妹妹 当你旅行回来之后 什么是你的纪念品呢 是你买的一件漂亮衣装 好吃的特产美食 名贵的精品 很多很多的照片 晒伤的皮肤 满满的快乐 所遇见的人 所结交的朋友 因为开广事业所产生的勇气 所想到的新点子 以上通通都是宝贵的纪念品 知心姐姐觉得最最宝贵的 就是那些用钱买不到 但别人却乐意无条件给我的 支持 鼓励 帮助 就像狐狸和丹风骆驼 对乌鸦桑吉所做的那样 那是知心姐姐认为 最为宝贵的纪念品 如果你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一直默默支持着你 鼓励着你 今天别忘了 向他们说声谢谢哦 下个礼拜 知心姐姐还要接受告诉你 乌鸦桑吉的故事 请你千万别错过 我们爆米花 空中再见了 拜拜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